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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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事会。 这是你第一次主动问我。 你都占了我那么多次便宜了, 还不许我占你一次啊! 占吧,随便占。 那你就快点履行你成为我男朋友之后的第一个职责吧 什么 送我回家 我都当了你那么久的司机了 还干了我享受享受了吧 我想要不你还是去我那儿住吧 那怎么行 现在我们不太适合住一起了 现在为什么不合适 以前这么就行 以前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也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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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吗 这么舍不得我吗 占下我的便宜再走 这 万一被邻居看见了 不好吧 趁现在没人 赶紧吧 我们家雨萱身为了 就败过你了 你说我仇死我什么意思 雨萱 爸 李阿姨 叔叔 顾老板 你们在干什么呢 他这儿有个虫子 我给他拍掉 爸 李阿姨 你们这是准备干吗去啊 我呀 带着你爸 就带着你爸 去社区的活动中心 这位帅哥 怎么会是你男朋友吧 李阿姨 你好 我是他 李阿姨 他是我领导 刚好路过 顺便送我回来 嗯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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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你干什么 请大家 authoritarian 请订阅 不用 不用 西式杰做 那不就是奇葩吗 不过 我把这个东西 放到网上卖了的话 说是顾雁城雕刻的 应该能卖很多钱吧 你敢 我有什么不敢的 这可是在我的亲情帮助下 才雕刻出来的 功劳又有一半呢 你要实在想卖就卖吧 大不了我再雕刻一个 傻瓜 我怎么会舍得卖呢 我会好好保护好他的 不过话说回来 要是以后我每年生日 你都送我一个的话 那过不了几年 我是不是就身价不菲了 你真是志向远大 那当然了 我可是很有商业头脑的 不过说起来 这周六就是你生日了 你怎么知道的 怎么知道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用心 这样吧 你把周六的时间空出来 我们去约会 好 对了 你再帮我找个新的司机 找司机 你跟小仙女还没和好 和好了 和好了呀 她回来不就完了吗 咱这飞水不留外人的 让自己的女朋友坐司机 不利于感情发展 更不利于行驶安全 等等 你跟小仙女在一起了 可以啊 老大 你这终于抱着仙女归 你这是不是得请客呀 可以啊 不过 等等 不过什么 你得再帮我一个忙 单提前说好了 帮忙可以 让我花钱的数块 你上次不是说过 约会要有仪式感吗 要做很多的准备 这周六就是雨萱的生日 你帮我做一个安排 要一整天的行程安排 这你可找对人了 我跟你说 没人比我少公司 更多女人想要的浪漫 浪漫的约会 讲究的就是两个字 极致 极致 对 极致 要么上天 要么下海 要么回到过去 要么展望未来 上天 没吵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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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请不吝点赞 什么传说 就说两个相爱的人呢 都不可信 我 我信不信呢 不重要了 关键是女孩子 你孩子相信就行了 你就当做是 为了满足女孩子的一个愿望 摩天伦我不选 实在不行 你选 任意一个游乐设施的最高点 亲吻一下 应该也行吧 你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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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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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呀 干什么 我是来道歉的 你这道什么歉啊 那个 那件事我没控制住自己 我会对你负责的 咱们不都说好 那件事都彻底忘掉吗 而且我真的不用你负责 可是 我想那天车开太快了 没机安全带 我的意思是 万一有什么遗留问题 我一定会对你负责到底 没想到你平时看起来没个症子 这个时候倒是挺爷们的 放心吧 我已经做好售后处理了 不会给你这一老司机 添麻烦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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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去哪玩 那我们明天去哪儿玩呀 保密 明天你就知道了 明天早上九点我来接你 好吧 那我明天等你啊 那我先睡了 这么快就睡了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 我好像没忘什么呀 你确定 我今天还没占你便宜的心了吧 我说老板 你以前不是这样子的 你现在脑子里面一天 能不能想点正事啊 在我心里 你就是最重要的正事 那 那既然我这么重要的话 你把脸贴过来 既然 居正 怎么会是 我进来了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么上来了 怎么了 先进来吧 你是谁 她是谁 她 我叫豆豆 初次见面 请多关照 你好 你好 她是李阿姨的孙子 李阿姨不是抱了一个老年团吗 那明天才回来 所以让我帮着照顾一下 萱萱姐姐 这位叔叔是你的男朋友吗 你不是单身吗 对啊 我就是她的男朋友啊 那你们今天是打算要集约会吗 那我们的约会怎么办 我就是打算要集约会吗 走吧 我到底帅我 走 就对了 她是怀疗人 她是怀疗人 我 她是怀疗人 我 她是怀疗人 她是怀疗人 我 她是怀疗人 她是怀疗人 我 她是怀疗人 我 她是怀疗人 她是怀疗人 我 faced怀疗人 embaixo 不是怀疗人 大爷 你见过这么帅的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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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的一部分 还是因为痘痘临时 改到这儿的 计划中的一部分 走吧 你好 两张成人票 一张儿童票 等等 我来 姐姐 请给我们来一张 亲子掏票 好 这样嘛 才比较便宜 谢谢 好 谢谢 这么多的是 非常久 我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要不我陪你玩点别的 我们下一个在玩什么 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我们下一个在玩什么 我们下一个在玩什么 走走走走 走走走 好 姐姐姐姐 能想玩那个 不想玩那个吗 玩那个吗 不行 这个太危险了 不适合小朋友玩 我爸爸上次还带我来玩过呢 天诚哥哥 你不会是怕了 不敢玩了吧 是吗 是吗 怎么可能 那 我们继续玩玩 走 走 不疼啊 你能不疼啊 这这也不疼啊 我把你疼得过 对不起 这这这一New sevi 你不疼的 不疼啊 我怕换去 我怕换去 又怕换去 我怕换去 你带换去 你带换去 我去 就是 这个我是 傻子 联传姐姐 姐姐 我想玩 想玩啊 你还好吧 我没事 要不我们去吃点东西吧 逗逗啊 我们先吃点东西再去玩好不好 好 姐姐 我想吃 那个 想吃那个呀 走 吃吧 看看 有啥呢 先生 你好 我建议您的一家三口呢 可以选择我们的家庭套餐 比较实惠 我们其实不是一家三口 没问题 来一份 浩总 你想吃什么 随便点 小朋友 你爸爸可对你真好啊 爸爸 我要吃炸鸡腿炸薯条 炸鸡米花 不行 我告诉你 这些东西都是油炸食品 你要少吃点 知道吗 妈妈 你今天表现不好 你得都向爸爸学习学习 姐姐 我刚刚点的那三个都有 麻烦快点上 好 好啊 你们两个男人 现在统一战线了是吧 我说的话都听不进去了是吗 咱们家还是得听妈妈的话 你好 刚才孩子点的那三个都不要了 女士 你老公可对你真好 稍等一下 他其实不是我老公 我说你们两个人今天是戏精上身了是吗 都要去争夺奥斯卡座驾男主角呀 都是他的座 姐姐 姐姐 我们待会儿吃完饭 去玩过山车吧 过山车呀 别吃了 某些人平时不是胆子挺大的吗 那你求求我 你求求我 逗逗啊 你说咱们现在吃完饭 等会儿姐姐再去玩过山车 我怕吃得太饱了 万一 你懂吗 那好吧 我们就玩点别的 好 我们玩点别的 要在那儿 我要找你的 咱们自己在新的 给你的 你会 Checking你的 这个就是你说的别的 对呀 这个就是我最喜欢的海盗船 逗逗 我们下次再来玩这个 好不好 一起玩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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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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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怎么都不告诉我 萱萱姐姐 院成哥哥说要给你个惊喜 萱萱姐姐 祝你生日快乐 越来越美 谢谢 萱萱 宇萱 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 萱萱姐姐 你甘地许愿吧 嗯 好了 萱萱姐姐 你许了什么愿意啊 我才不要告诉你呢 愿望呢 要是说出来就不灵了 谁 我知道 肯定跟燕成哥哥有关 就你知道得多 快过来一起吹蜡烛吧 一 二 三 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 谢谢 哥哥哥哥让我看看 让我看看 什么也看不着在哪儿啊 今天晚上的云有点多 什么都看不见 没事 守得云开切月明嘛 我们过来待会儿排 可以消磨时间 好 aiah 帮他回去睡觉吧 她 她 说 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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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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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晏晨哥哥再见 拜拜 拜拜 伯总终于肯主动给我打一次电话 你想怎样 发光吗 我没有那么阴险 不过我确实有所痛 你来杂志社接我吧 我出去聊 这么着急 干吗去啊 顾总 难道你就不好奇 我是怎么拿到你病历的吗 你竟然能拿到 再追究这些毫无意义 我也没想到 一直被称为雕刻天才的顾总 竟然不能雕刻 如果外界知道 一定会引起轩然大波的吧 我现在已经恢复了 但只是刚刚恢复 应该还达不到以前的状态吧 你说吧 你说吧 你有什么条件 很简单 我要你离开 我要你离开徐宇轩 跟我在一起 明天就这样 还没听 我尸子 又不是 你是个人 没听 还是 这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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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